因為林康正今天就在大日本國 回到香港 林康正從日本的次數是非常之多的 因為為什麼呢? 據她所說,我們不會懷疑她 據她所說是她不想的 是她的女兒訂了機票 訂了酒店才跟她說 有這樣的女朋友也不錯 但正常來說 我覺得女朋友是否應該問一下 林康正,你什麼時候有空嗎? 是不是都會這樣? 無論如何 例如我女兒 最近出去採訪 去到她最前線 又吃催淚蛋 又吃胡椒糞毛 她都會心痛 於是她昨晚做了一個決定 本來我們8月… 我也不知道,我要問她 8月2到8月8日就計劃好去日本 即是訂了酒店 買了機票 她就說 既然現在你前線採訪 可以給到這麼多真相的人看 你吃完催淚蛋 和胡椒糞毛回來 都沒什麼事 不如這樣吧 我就跟你改機票 改到12月頭 12月頭 改到是你的機票 那是貴機票 是的 要多給幾千 OK 即是要多給幾千 然後說 反正她這幾天有全港大罷工 這裏又有遊行 那裏又退遊行 你就放心 就繼續去採訪 繼續去她前線 於是8月頭 就要留在這裏 繼續報道 這裏又算是 怎樣說呢 都算是 識大體 OK 但可能你的心想 屌你了好沒有 好多牛仔 我已經 屌你了 屌你了 即是8月頭 還會在這裏 要12月尾先 12月尾你放心 12月尾大局已定 其實 屌你了 我跟聶德強廢人 你竟然可以說 第一 我家幾個人買樓 你沒有份參與決定 堂堂男人 一家之主 買兩層樓 這麼大件事 你是沒有份參與 你真是死人了 你是不是男人來 你是不是人來 你是不是一家之主 廢物